小薇姑娘 这么一大早来找我 是又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小雨死前 把贪污宰款的罪证交给了我 十三爷已经知道了 那你打算 怎么处置这些证据啊 我要把证据呈给皇上 有人欠小雨一条命 我要还他一个公道 还他父兄一个清白 你这么直观过的看着我干什么 因为我想看清楚你 什么意思啊 一个小小的绣女 竟然敢说出告欲状 替天行道这种大言不惭的话呢 真是有趣 有趣 你想要一个父亲 把自己儿子的丑事 照告天下 还要他杀了自己的儿子 为人偿命 你说你这是异想天开 还是无知者无畏了 我知道 在你们眼里 只有王孙贵妓的命才是命 其他人的命都视如草剑 可我不一样 做了事情就要负责 身为皇子 更要敢做敢当 你说得的确没错 可惜并非人人都跟你想的一样 再者这天下 本就不够 即使不够 也要争取 不能视若无睹 可就凭你 争得过 娶得到吗 我知道如果没有你和十四亿 我早就死了 那你明明知道 你为何还这么做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逆天 没有办法改变你们任何一个人 但我不想让小鱼死得不明不白 小鱼被害 我也有责任 如果我没有认识小鱼 我不会多管闲事 但现在我既然知道事情真相 我就不能装作不知道 好 你想我怎么办 如果我把证据交给你 你会不会帮我呈给皇上 承治太子和九严 不会 不会 就因为你和太子交好 所以要帮他稳住储君之位 不完全是 只是此事关系到皇家体面 几位皇子涉案 一旦公开定会引来百姓对皇家的不止 这绝不是皇阿玛想要的节目 但我向你保证 我定会让小鱼的死得以昭雪 保全她全家的性命 什么意思 私了 小魏 我知道你想为小鱼姑娘讨分公道 我也佩服你的勇气跟仁义 可我还是那句话 这天下本就不够 就算你把证据交到皇阿玛手里 结局还是一样 两害相权娶其轻 我不想骗你 好 我明白了 多谢十三爷坦诚相告 小魏 小魏 放心吧 有爷在 没人敢动你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 自然是有九爷的人 也有太子的人了 你明知有人对你虎视眈眈 你竟还敢在宫中四处走动 看来你的胆子着实不小啊 老爷 往后的日子里 你得自己当心了 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十四爷我的 那我该怎么办 想要替人申冤 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小命 你手中的东西 既是那绣里的锁命绳 同样也是你的催命符 我能活到现在 多亏了你和十三爷 可我不想让小魏死得那么无声无息 那可是一条人命 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证据 亲手交给皇阿们 亲手 当然 不然你还能相信谁 当然是谁都不能信 包括我 我可是帮八哥他们的 如果你是帮八爷他们 那就应该让他们来杀我 而不是救我 虽然我跟八哥他们走得很近 虽然我跟八哥他们走得很近 可是九哥这件事 做得实在太不低头了 害人全家还要杀害人家的女儿 手段卑劣 唯我不止 我就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就对了 总之在这宫中 除了你自己 谁都不能信 你为什么要帮我 可能因为你是老十三看重的人 也挑起了我的兴趣 也许是闲来无事 帮你当是 行善 小薇姑娘 好自为之 十四爷 小薇姑娘 小薇还有个不情之情 还请十四爷一定帮忙 既然是不情之情 那我帮你会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 我也没有什么金银珠宝 就算有 你也不稀罕了 那我就 你不就是想见黄阿玛吗 明日四时 玉花园的赏局大会 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到时候 我会为你引路 你还真是 十三爷吉祥 起来吧 难得对我这么客气 心里是有决定了 对 我决定亲手把证据交给皇上 为小鱼还有他家里人申冤 凭你一个绣女去见皇阿玛 怎么见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须十三爷操心 站住 是十四把你说服了吗 至少他说话还像个人 不像十三爷 只会顾全皇家颜面 他只不过是想骗走 你手里的证据而已 所以我不相信任何人 证据必须由我亲手交给皇上 他只是为我促成机会 让我见到皇上 你竟然相信他 我敢跟你打赌 一定不能成功 只要你不阻挠我 我就一定能成功 走马灯 走马灯 什么走马灯 女人 跟我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专心点 我看你跟十四讲话的时候 条理挺分明的 因为十四爷会帮我 好啊 我就看他怎么帮我 怎么回事 哥伯 怎么突然增派了这么多侍卫 回十四爷 八爷怀佑刺客混入宫中 克此加派了人寿搜查 以保万全 知道了 停下 走吧 这皇宫守卫森业 怎么可能有刺客混入其中 对皇上不利啊 那个刺客不就是你 我 刺客只是个幌子 想要把你完全隔绝 不能到皇阿玛身边 才是他们最想做的事 那我要怎么才能进去啊 皇阿玛就在这里面 你进去就能找到他 以后的事情 只能抗你自己了 是八哥 凡未经本王批和之人 不得擅入园内 如意任何可疑之事 立刻上网 反抗者 杀无赦 是 八哥来了 你快走 今天再不见皇上就没机会了 小玉一家就要被处决 你现在闯进去 小玉一家只会多一个陪葬 保住性命 来日方长 十四眼 小玉把他一家人的性命 托付给我 我如果救不了他 我必定会内疚一事 如今你是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你能帮我 你最好是不要相信我 我知道要你揭发自己的兄弟 让你为难 可我也不是要让九爷偿命 我只是想要还小玉一家一个清白 好让小玉不被枉死 好 我答应你 不会让小玉枉死 谢谢 你快走吧 你这人走 这个赌局 是我赢了 赢也好 输也好 只要我把证据 交到皇上手里就行了 你以为 事情真的会如你所料 你就是不服气 幼稚 幼稚 我就让你看清楚 什么才叫幼稚 笨女人 你才笨呢 你来我去哪儿啊 你要来我去哪儿啊 刚刚不是守卫森爷吗 现在怎么全撤了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自然不会介意你到来与否 我相信十四爷不会骗我 那我就让你自己亲眼去看看 你自己看 黄阿玛 儿臣 本不欲破坏黄阿玛上局之雅限 无奈刚才德西四 这不是怎么会在八爷手上 事关重的 儿臣迫不得已 不得不亲手呈伤 不对 请黄阿玛名剑 除了太子 还有九爷的 有人把九爷的罪证给摸走了 当然了 要不然十四爷那么大意出戏 是为了什么 不信 你们先回吧 臣妾告退 呈上来 此乃儿臣收到关于 赈灾金被亏空的罪证 其中太子 涉嫌 侵吞灾款 儿臣觉得 此举大大有损我大清皇室的名声 令百姓陷于水深湖热而不顾 请黄阿玛 明剑 太子有错 则无旁贷 你们当真以为 朕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殷堂 你给我跪下 请黄阿玛出罪 你竟敢贪污赈灾的良相 为了夺回罪证 杀人灭靠 更是对朕百般隐瞒 企图将你的罪行洗得一纲二级 护灭太子 挑拨兄弟之间的情意 你好大的胆子 皇阿玛 儿臣 儿臣知错了 儿臣不敢啊 皇阿玛 放心 有皇阿玛插说此事 小玉一家不会有事 放心吧 你们都是朕的儿子 本事高强了 竟做出这种魅心取力 违背良心的事 皇阿玛请息怒 九弟一时探得无厌 请皇阿玛 从轻发落 请皇阿玛从轻发落 现在呢 信还是不信 如今你是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你能帮我 你最好是不要相信我 我还真是傻 傻偷 吃一欠 长一智 以后别再被老十四骗就行了 别难过 我会护着你的 现在情况 还没想象得那么糟 你别走那么快啊 你我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 这场赌局 是我赢了 对你们这些二个来说 只是一场赌局 可别人赔上的却是姓名和信任 可你是自己选择相信老十四的 怪不了别人 我又没怪你 我怪我自己笨 怪我自己傻 那既然你都承认了 说吧 打算 说我些什么 这种时候 我没心情跟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啊 我没心情 你就非得这么讨人厌吗 我这是在给你好好上一课 让你知道 如何在这偌大的皇宫之中生存下去 是 在你们这些二个眼里 只有利益和算计 连人命都可以视如草剑 那别人的真诚和信任 就更不值得一提 我可没有骗过 我反正不会再相信你们这些暗宫 没个好东西 虽然我在你眼里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 只有带你一次比一次争承 真心 难道你不觉得吗 你怎么知道我带你好了吗 知道我带你好了吗 那你打算 说我些什么 你知道吗 吃不吃啊 沒心情 怎麼 沒胃口 沒心情吃 那就浪費了小魚家人的一番好意了 你說什麼 小魚的家人 小魚的家人來領尸骨的時候送的 說是 送給他們的救命恩人 可惜 救命恩人不領情啊 所以你是說 小魚的家人都平安無事 早在你把證據交給十歲之前 刺哥就已經去派人重申此案了 如今華阿瑪親自下旨 現在小魚的父兄 已經官復原職了 真的 你怎麼就是不相信我呢 我可從來都沒有騙過你 縱然皇宮中 是有很多不公的地方 不過 還是有你值得信任的 至於 誰是好誰是壞 就留給你漫漫領悟了 我領悟過了 這不是沒好人嗎 是嗎 嗯 那是誰說 吳是想以暴制暴 只是想換回皇子阿哥的一些良知 這宮中 也並非都是無情無義 視人命為草芥的混蛋 你跟蹤啊 沒有啊 我這麼做 單純是為了那些可憐人 跟姑娘你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自作多情 你放心 我還沒啥痛 你再傻也沒有關係的 我會護著你 我會讓你被人騙走的 您的這些情話呀 還是留給別的姑娘說吧 我是不會上當的 我 我是認真的 你怎麼就是不相信我呢 沒辦法呀 咱倆啊 天生飯重 算得好 現在又想吃了 想要拿十三王爺的賞賜 要說些什麼好呢 想那麼美 我站住 那是給我的 不給 不給 回來 投本事你就來拿呀 快給我